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卫美食 今天我们用鲤鱼来做好吃的 大葱一段切片 生姜一块切片 大蒜两半切片 切好后放在一起 再放一些干辣椒和两粒八角备用 青椒去紫后切丝 红椒也切成丝 洋葱半个切成洋葱丝 洗净的金针菇撕成小朵 洗净的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 碗中倒入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适量的蚝油 盐和白糖 再来勺皮线豆瓣酱 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 鲤鱼处理好后在两边改花刀 便于烹饪时入味 锅中热油 将鱼放入锅中煎一下 煎至一面金黄后 我们将鱼翻面煎另一面 因为鱼头比较大 鱼尾又在锅边 所以我们在煎的过程中 将鱼头鱼尾重点再煎一下 将整条鱼全部煎透 这样做出来的鱼才够香 我们将鱼两面煎至金黄后 再倒入葱 姜 八角 干辣椒炒香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再倒入一罐啤酒 用大火烧开 用铲子将调料搅拌均匀 烧开后盖上盖子 炖十分钟 中途我们不时地将汤汁淋在鱼上面 使鱼肉入味 十分钟后再淋入一点米醋 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然后下入配菜 盖上盖子再焖五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好香啊 再撒上香菜即可出锅食用 鲤鱼这样做简单又美味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一下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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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